的确,人类的生活正因为疫苗施打的普及程度不一样 我们似乎正在划分成为两个世界 有人叫做疫苗的种族隔离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特别是富国 特别是在领导力上展现强有执行度的国家 他们似乎正因为疫苗施打的普及率的提高 他们生活正在回归正常 但有其他更多的国家 则因为得不到疫苗,他们的经济正在内耗 他们的医疗资源正在平均瓦解当中 他们的国力正在瓦解 这两个世界将来会不会能够互相往来 显然疫苗是最大的关键 但疫苗的分配正呈现全球非常不平均的状态 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世界各国的教训 今天我们第一个故事是瞄准新加坡 就在去年2月14号的情人节 新加坡这个560万人口的国家 迎来了第一次的本土病例8个人 随后疫情不断的升高 最高的时候单日新增的病例达到1400人 这国家几乎失控 特别是大量的移工 但后来他们处理好了 但放松的又太早 于是这是新加坡的第一波疫情 到了今年第二波疫情开始之前 新加坡在去年及早的开始部署 大量的购买疫苗跟快晒器材 同时大量补足国内的收治医疗体系 今年第二波疫情再来的时候 新加坡这次准备的相当不错 你看看到昨天为止 新加坡的单日新增病例只有13个 虽然这个国家累计了6万2000名的病例 但他们的死亡人数只有33个人 证明他们的收治医疗体系是完备的 新加坡的人民从现在开始 不仅有政府核准的两种疫苗 同时私人院所也可以选择 全世界只要是WHO核准的疫苗 新加坡人民都可以进行施打 它的全国人口的施打普及率 已经到了40% 这个国家是如何办到的 它的教训在如今亚洲疫情重启之际 它是不是能够幸存了下来 它的成功故事能够给我们台湾 又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参考呢 5月失诚街道人烟稀少 因为生活震难如洗 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5月31日第七度发表全国抗议演说 要全民戒胜恐惧 疫情才渴望受控 时间回到4月29日 新加坡单日新增35例确诊中 包含16例本土传播 其实这数字若从新加坡的疫情 发展区限来看 去年三月底爆发的 移工宿舍群聚感染 当时单日确诊 动辄1000例左右 这次本该是小屋见大屋 但政府痛定思痛 历经半年后 每天确诊数成功降到约10例上下 就不敢掉以轻心 这回一发现病毒蠢蠢欲动 立刻收紧民生活动 只是一周过后 5月16日 社区病例不见缓解 飙上38人 当局随即加码 更严格的措施 这时间和我国双北进入三级警戒 迟早一天 当时台湾单日确诊已经破百 新加坡得不到50人 但新加坡的限制 堪比台湾三级地界加强版 餐厅不耐用 结婚不宴客 社交距离限两个人 超过50人以上的活动 参与者都要先做过检验等 谨慎再谨慎的作为 也不应下降的确诊数有所松懈 新令展开后 首周社区病例 约占总病例数的22% 第二周再降到18% 火速封城后两周 确诊数再砍半 剩下十几个人 为6月中解封带来好消息 而纵观新加坡的防疫作为 绝对是世界认证 因为最新的全球抗疫 任性排行榜中 新加坡总确诊数 约为纽西兰的30倍 但排名高挂第二 甚至一度傲视各国 要求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从首波疫情爆发前后 新加坡就推出一连串 科技防疫工具 辨习防疫追踪器 合力追踪APP 如台湾十联制的 Safe Entry 也在应用之列 一年多来新加坡民众到哪儿 都要扫一下的习惯 没有停过 本周新加坡更有26家建商 因为没有落实实联制 而被勒令停工 而从境内人流活动曲线来看 民众明显减少外出的行程 因为官民合作 已经成为一种默契 新加坡接着要建立的生活常态 就是大规模快筛 不等有病例才筛检 而是定期筛检提到预警 从疫情爆发起 便启动扎扎实实的压力测试 为防购在海外的检测棒缺货 官方与研究单位 就自行开发3D列印的检测柿子 检测量更直接从单日2900件 飙到9万件 不曾修兵的抗疫之战 也没忘记疫苗这一关 一日起 新加坡12岁到18岁的学生 就能透过家长在全国预约系统 登记接种辉瑞疫苗 新加坡去年12月开打疫苗至今 已经有228万人打过第一剂 完整接种者达到176万人 几乎是全国31%的人口 目前可施打的疫苗 包含辉瑞和莫德纳 多年来新加坡虽然因为政治体制 人民较为服从 但国家呼吁疫苗接种的方式 可不是冰冷的正义宣导 日前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节目主持人 就在镜头面前记录下自己 接种莫德纳疫苗的过程 他也在停留观察的时间内 访问了注点医师 这半小时最需要注意什么 相隔28天之后主持人也完成第二剂接种 但副作用似乎较为明显 恢复能量后他随即回到工作岗位 想知道若能借由疫苗达到群体免疫 那么社交距离和口罩令能解除吗 生活化的记录和专业但易懂的访问 看得出新加坡的防疫意识 袭来有自 但这些前提都立即于政策的 敏捷调整和修正 新加坡靠着前瞻部署 还有一年多来的谨慎 最终立抗疫情 说明方患未然 绝对胜过亡羊堵牢 负重前行之后 才能迎来静好岁月